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的新闻概述将带您关注乌克兰的最新动态和全球的政治局势 首先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提出辞职 议会将于周四讨论此事 这一变动发生在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罕见袭击后 造成7人丧生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盟友提供更多远程武器 帮助乌克兰抵抗侵略 接着库列巴的辞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这位外交长官自2020年以来一直在职 并在国际上积极争取支持 多国外长对他的工作表示高度赞赏 并祝愿他未来一切顺利 这次政府改组被视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的重大举措 大家都在关注库列巴的未来职位 最后土耳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集团的消息也引起了关注 土耳其的申请进程正在进行中 而这将使其成为首个加入该组织的北约成员国 随着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 各国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请辞议会或周四做出决定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三 俄罗斯罕见的袭击距离前线数百公里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 LVIV造成7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 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还造成历史建筑受损 袭击发生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他说 所有说服合作伙伴给乌克兰更多远程能力来回应恐怖活动的人都是在防止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发动此类恐怖袭击 议会周三批准数名部长的辞职请求 泽连斯基目前正在推动俄罗斯两年半前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该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改组 本周三泽连斯基再次表示正在进行的政府改组旨在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提供急需的推动力 多位部长在此次改组前递交了辞呈 包括自2020年以来一直担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的库列巴Demitro Kalabau 现年43岁的库列巴2020年3月出任外交部长 擅长演讲 因在俄罗斯入侵期间在国际层面上孜孜不倦地争取西方盟友 以及其他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有效帮助而闻名 获得高度的国际认可 今年7月他成为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 访问中国的乌克兰最高级别官员 德国外长高度评价库列巴 库列巴没有给出请辞的原因 乌克兰议会本周三在Telegram上表示 在政府重大改组中 乌克兰议会接受了副总理 战略工业部长和另外两名部长的辞职 但在会议结束时 尚未考虑外交部长库列巴的辞职请求 法新社报道说 据议会消息人士称 对库列巴辞职申请的投票 被推迟到周四 一位接近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消息人士 告诉法新社 泽连斯基和库列巴 将讨论并决定他 的未来职位 人们普遍猜测 库列巴可能会负责乌克兰 争取尽快加入北约的事务 库列巴提交辞呈后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高度评价了 与这位乌克兰外长的合作 他在X前推特上写道 我们在夜间火车G7会议上 在前线 在布鲁塞尔 在一座被炸毁的发电厂前常谈 很少有人像你一样 与我有过这样密切的合作 at the metro cobo 你把自己国家的人民放在第一位 衷心祝愿一切顺利 当和平与自由最终回归乌克兰时 我们将再次见面 法新社 路透社等 copyright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德语媒体 围绕非洲大陆的新争夺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商报发表评论写道 在非洲问题上 欧洲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而相比之下 中国人则可以轻装上阵 而北京也非常清楚 如何来利用这一优势 这篇题为 围绕非洲的新争夺的评论写道 中国没有向非洲国家元首 强加自己的政治制度 而是选择了潜移默化的施加影响 中国出资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建设政治干部培养中心 向非洲市场提供价格低廉的智能手机 而一旦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的领导人 下令血腥镇压和平抗议活动 中国则选择默不作声 这样的做法虽然精明 但同时也非常危险 最新的民调显示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 不再视民主为终极的政治模式 姑且不论日益困扰欧洲的非洲非法移民问题 单凭非洲是能源转型的重要原材料来源 未来潜力无穷的市场 以及国际舞台上的重要盟友 非洲年轻一代 放弃对民主追求的趋势都令人警觉 德国则面临着两难选择 对践踏人权的行为三尖其口 绝不是可行的选项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以中国的方式应对中国 却是可行的 与其提出一系列要求 提供一系列现成方案 倒不如尽快同非洲 开展真正意义的对话 评论写道 在发展同非洲的关系时 德国必须搞清楚 非洲国家的优先选项 非洲国家有什么需求 以及如何才能使双方共同受益 德国同肯尼亚签署的专业人才交换协议 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一方面 由肯尼亚护工填补德国相关人才的缺口 另一方面 也可以为在家乡找不到就业机会的 受过良好教育的肯尼亚年轻人 提供面向未来的发展机会 但这一切 仅仅是一个好的开端而已 德国不仅需要制定新的非洲战略 还需要树立对非洲的全新观念 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以来 非洲大陆正在进行着最大规模的转型 奥地利标准报 有关中非论坛的报道中写道 中国对非洲投资明显下降的同时 西方国家对非洲大陆的原材料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许多来自非洲的金属材料 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 中国在非洲 赞比亚的故事 一书的作者 曾在多个欧洲国家 担任过赞比亚大使的穆克维塔 安芳妮·马克威特表示 参与竞争的国家越多 对非洲大陆就越为有利 穆克维塔说 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新的竞争者 这对赞比亚是件好事 对很多非洲国家来说 这也意味着自制自主权利的提升 因为这些国家可以自行选择合作伙伴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中国对非洲贷款 七年来首次增长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近年来对非洲国家来说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官方债务人 根据波士顿大学 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数据显示 2023年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达到了七年以来新高 其中安哥拉 埃塞俄比亚 埃及 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位居前列 然而 数据显示 相比2016年贷款额有所下降 2016年的贷款总额 约近300亿美元 约270亿欧元 近几年的贷款 越来越多地流向当地银行 研究人员指出 这有助于中国投资者 避免受到非洲国家债务危机的影响 另有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经济放缓使得北京越来越不愿意大规模放贷 在这项最新独立研究发布之际 中非合作论坛 Folcock正在北京举行 该论坛每三年举行一次 中非合作论坛 自2006年以来一直是提供贷款的主要渠道 其中一些贷款 让部分非洲国家深陷债务泥潭 调整贷款计划 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 Chatham House的艾利克斯 维恩斯 Alex Fines 指出中国贷款的重点 已转向更具有针对性的贷款 和外国直接投资 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经济困境 使中国在投资方面 比以往更有规避风险的意识 我们还看到 在非洲投资的企业 从国有企业转向了民营企业 中国的贷款规模缩水 而且主要集中在信用评级较高的国家 如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 维恩斯还提到 加纳从中国过度借贷 不得不通过国际债务减免 来应对债务偿付危机 2022年底 查塔姆研究所发布的一份 关于中国在非洲债务风险的报告称 来自中国的贷款 占非洲总债务的12% 从2000年到2020年 该债务增加了5倍多 达到了6960亿美元 中国是非洲多国的主要债权国 但近年来 其贷款额有所下降 并且预计将保持在较低水平 维恩斯表示 尽管政治和经济局势紧张 但中国与西方在应对债务压力方面 有着共同的利益 所以有必要与非洲国家和机构合作 来解决这一挑战 中国加强一带一路倡议 由习近平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 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提供贷款 而非洲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 据北京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2013年至2023年间 中国在非洲签署了价值超过7000亿美元的合同 不过有批评者指责一带一路倡议 让非洲国家背负沉重债务 并资助破坏环境的项目 据肯尼亚当地媒体报道 肯尼亚政府已从中国获得3.1亿美元贷款 用于完成15个陷入停滞的道路建设项目 据悉肯尼亚接受中国的贷款已超过80亿美元 去年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William Ruto 要求中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 并重组现有债务 以完成停滞的一带一路基建项目 其中包括连接首都内罗币 与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的标准轨距铁路 SGR项目又称蒙内铁路 蒙内铁路原计划于2017年开通 开通后两地之间的客运时间 将从原来的10个小时缩短到4个小时 然而 该项目线已沦落为当地政府的一个昂贵无用 华而不时的白项工程 因为计划将铁路延伸至邻国乌干达的第二阶段工程 尚未实现 更为致命的是 这两个国家都难以偿还一带一路的债务 政治动荡与贷款 近期发生在肯尼亚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一部分原因是与当地政府试图偿还国际债权人 包括中国的贷款有关 今年6月 肯尼亚政府提出了一项财政法案 明确将以增税的方式 筹集约27亿美元 用来偿还高额的主权债务的利息 随即引发了持续数周的致命骚乱 之后 总统鲁托不得不撤回法案税 并改组了内阁 然而这并未平息重怒 肯尼亚示威者继续指责政府治理不善 腐败猖獗以及暴力镇压抗议者 如果不减免债务 肯尼亚当前的借贷水平是不可持续的 肯尼亚的金融专家 阿里和萨奇 Elican Saitu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政府需要的在 只执行具有经济可行性的项目上果断行动 并削减自身开支 然而大量经验表明 这并非政府能够轻易做到的事 尽管如此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 肯尼亚一直在尽职地偿还对中国债务 来自中国的礼物 专家认为 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期间 北京会继续加深中非关系 以推进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目标 多年来 中国向一些非洲国家赠送了礼物 如布隆迪的国家宫殿 和埃塞俄比亚的非洲联盟总部 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的维恩斯认为 在主办与非洲领导人论坛方面 欧盟 美国和日本 确实存在与中国竞争的意识 他提到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促使了欧盟推出全球门户 Global Gateway 和美国政府的全球基建 和投资伙伴关系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后者投资了洛比托走廊 此外 日本和印度联合建立了 亚非增长走廊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但效果上不明确 作者Okiri N. Ganjernaso 德国车企信心低迷 大众要打破铁饭碗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数据显示 德国汽车制造业的商业气氛 在8月份明显惨淡 慕尼黑EFO经济研究所公布的 一项企业问卷显示 在7月之后 体现行业景气的指数 在8月继续大幅下滑 EFO研究所的汽车业专家 维尔弗勒 Anita Wolfo对路透社表示 德国汽车业的信心 正在直线下跌 原因是 企业对未来6个月的订单形势 极为悲观 商业预期指数跌至-40.5点 7月份实为-29.5点 德国汽车企业缺少新订单 尤其是来自国外的订单 出口预期参数 已连续3个月明显下降 达到了长时间以来的低谷 对用工岗位的预期 也随之下滑 大众打破30年承诺 此前行业龙头大众汽车 宣布的紧缩裁员计划 引起震动 大众表示 不得不进一步节约开支 不排除关闭工厂的可能性 这一表态掀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过去30年 大众一直恪守 不在德国大面积裁员的承诺 这一保障 距离2029年到期 还有5年 这一宣布 对大众雇员和工会 无异于当头一棒 沃尔夫斯堡 大众总部 所在的夏萨克森州金属行业工会 IGMETAL 的门特鲁浦 Jan Mantrup对德国之声表示 我们只能告诫为盈利不择手段的大众高层 不要触碰劳资协定和就业保障 大众需要的是有未来潜力 受顾客欢迎的产品 长期关注汽车行业的德国记者 菲利克斯·李·菲利克斯·利 对德国之声指出 大众的困境与其在中国市场业绩不佳 直接相关 他说 中国是大众最大的单一市场 每两辆大众车就有一辆是在中国销售的 而大众目前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迅速缩水 2022年前 大众还是领头羊 现在已经被比亚迪远远超过 他认为 大众的问题是在电动车领域明显落后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只有2%至3% 同时 燃油车在中国的销售也在走下坡路 大众看到 要想在与中国同行的竞争中 不败下阵来 就必须大力投资研发电动车 大众在德国要紧缩开支 也是为了能在中国加大投资 跟中国市场转型 其他专家指出 减少生产线和工人数量 是汽车业发展的趋势 EFO研究院工业经济 和新技术研究中心的主任法尔克 Oliver Falk 对路透社表示 向电动车转型 意味着不再需要那么多工厂 因为电动车结构更简单 德国车企迄今 没有放弃双重策略 一边生产燃油车 一边推出更多电动车 但现在尤其电动车销售疲软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市场 法尔克说 向电动车的转型是艰难的 德国汽车行业还要度过一段很长的饥渴期 才能迎来转机 但他对未来仍抱乐观态度 尽管德国车企 不会再保有从前那么高的市场份额 另外他还认为 德国消费者不会蜂拥购买中国电动车 菲利克斯里认为 在可预见的将来 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最重要的汽车市场 如果不能在中国成功 在全球市场也无法跻身前列 因此德国车企和政治决策者 必须痛下决心 推进向电动车的转型 不应在固列燃油车 因为中国已经转向了电动车 拼速度不是德国人的强项 他补充说 像大众这样的德国车企 当然有雄厚的技术和人才基础 但是在中国 研发的进展速度非常之快 尤其是在电池和软件开发 两个关键领域 已经遥遥领先 拼速度肯定不是德国工程师的强项 法尔克还指出 德国乃至欧洲都已是老龄化社会 未来的销售市场 在世界其他地方 在德国生产所有产品 早已成为历史 2018年以来 德国车企在中国生产的汽车数量 就已超过德国 但他并不担心 这一行业会出现大规模失业 因为汽车生产厂工人的年龄 高于德国雇员的平均年龄 一部分人可以通过提早退休 或补偿金的免于失业 未来几年 我们将遇到的不是劳动力过剩 而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美国副助理防长 将出席香山论坛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同出席去年香山论坛的 美国官员相比 蔡司的级别更高 因此路透社报道称 此举表明 在地区争端和东亚地区 军事部署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美国军方希望与中国开展 更高层级的工作接触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美国官员 对路透社表示 美国派遣副助理国防部长 出席香山论坛 符合历史惯例 2019年 美国就曾派遣负责 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 斯巴拉吉亚 Chad Spragia 出席香山论坛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 已有90余个国家 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 确认出席香山论坛 参会人员的数量和层级 再创新高 去年因疫情中断 三年的香山论坛 首次恢复 美国即派遣国防部 副部长办公室 中国事务主任卡拉斯 Sanfai Keras 赴会 这在当时被视为 中美两军关系解冻的迹象 不过 卡拉斯的职务级别 要低于蔡斯或斯布拉吉亚 今年1月 蔡斯在华盛顿 主持了中美军事对话 此前 因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罗西访台 中美双方的军事交流 一度几乎全面中断 台湾以及南中国海问题 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中的 争议焦点 因为双方都不肯 就核心问题做出让步 上周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苏利文访华期间表示 美中双方未能 就南中国海问题 达成新的协议 中国多次对美国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提出批评 其中包括 在菲律宾部署远程导弹 以及向台湾出口军火 中国宣称 对实行民主政治的台湾 拥有主权 而台湾则对此予以驳斥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 侵略性行径 围绕台湾日益频繁的海空军演 以及缺乏透明度的核军被扩张 都令美国深感忧虑 今年7月 出于美国对台军售的抗议 中方叫停了中美和军控对话 不过 中美双方已达成共识 美军印太司令部负责人 将同负责南中国海事务的 南部战区负责人 开展电话交流 路透社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土耳其高官证实 该国希望加入金砖集团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土耳其希望加入新兴经济体 金砖国家集团 本周一 彭博社报道说 土耳其数月前 已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集团 据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 在被问及该报道时 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 奥马尔 切利克 欧马尔 塞里克 在安卡拉对记者表示 我们的总统明确表示 土耳其希望参加所有重要平台 包括金砖国家 他还说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要求很明确 这一进程 正在这一框架内进行 但目前还没有具体进展 切利克没有提供 有关何时提出申请的详细信息 他说 一旦有结果 将立即告知情况 金砖国家集团 尚未对此作出任何评论 金砖国家集团的创始会员国 为巴西 俄罗斯 印度及中国 俄罗斯和中国 在该组织中占主导地位 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 制衡西方的地缘政治 和经济主导地位 减少对美元 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依赖 2010年12月23日 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集团 2023年8月 金砖国家领导人 在第15次峰会上 做出扩原决定 据中国外交部的消息 今年1月1日 沙特阿拉伯 埃及 阿联酋 伊朗 埃塞俄比亚 也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埃尔多安应该同时发展 与东方和西方的关系 一旦土耳其加入金砖国家集团 它将是第一个加入该联盟的北约国家 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约 2005年 土耳其开始加入欧盟的谈判 但2018年 欧洲议会以民主倒退为由 冻结了土耳其的入盟谈判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多次对加入欧盟的前景表示沮丧 并曾表示 安卡拉可能与欧盟分道扬镳 最近 埃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应该同时发展与东方和西方的关系 我们不必在欧盟和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做出选择 相反 我们必须在双赢的基础上 发展与这两个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关系 普京 期待习近平按商定出席金砖国家峰会 金砖国家集团 将于10月22日至24日 在俄罗斯的达达斯坦共和国首都喀山举行峰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9月4日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 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面并表示 按照商定 我们期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峰会 我建议峰会期间举行双边工作会晤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日前对记者表示 中俄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保持接触 路透社 法新社等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